期间用现金交易 不过钱币只抄你碰我也碰 就有一名网友想拿硬币到银行换钱 为了保护自己和银行行员 把600枚50元硬币泡进漂白水 想要消毒 却意外发现金黄色的硬币整个变黑 更有网友留言光天化日下洗钱 那么光明磊落你算头一个 实际测试 可以看到右手边烧杯中的硬币 在漂白水中不断冒泡 颜色也逐渐改变 泡了10分钟的漂白水 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的这个硬币 它是浓度比较高的 外表明显变色 那么在我左手边的这个50元硬币 它是泡1比100浓度的漂白水 外表毫无改变 根据了解这名网友用1比5的漂白水 泡了120分钟才发现异常 我们实际测试用1比100和1比1的漂白水实测 浓度较高的漂白水在10分钟内变黑 即便是用清水吸湿100倍的漂白水 泡1000分钟 硬币还是会黑掉 我们的气氏酸钠呢 这个容易跟金属产生反应 所以我们这个金属钳壁 如果放在这个气氏酸钠的容易里面的时候 它会跟金属产生化学反应 造成它表面会产生黑色的现象 比划老师提到 不只硬币会产生变化 如果是纸钞沾到漂白水 更会因为强碱 把钞票的油墨洗掉 如果是你 你会把硬币丢到漂白水里面去消毒吗 不会 因为用酒精消毒就好了 蛮没必要的吧 这样还可以用吗 这错吧 蛮幽默的 消毒方式白白肿 用对方式才能避免因为消毒造成钱币毁损 建议酒精消毒又或者接触过硬币纸钞后 把手彻底洗干净 比较重要 三星文章展志 钟伯军台中报导 明岐观看 恢复 3 小帝